西方史学史,富尔泰认为,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确定事实, 很重要的是要用哲学的思想之光来阐明事实, 只是他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对史料深刻的批判力, 他就从一片混乱之中获得一副完整和谐的历史图卷。 正应富尔泰的努力尽在西方史学开拖了一条新的道路, 富尔泰演任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之主, 富尔泰的史学广泛博通的特点, 与狭隘的政治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富尔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所作的描述不是平淡的抽象的, 而是一个文学家之笔的精心写成, 他的路易斯世时代不但得出这样的结论, 他的著作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一并存, 每一章每一篇都有通达的思想和才华横溢的杰作。